穿背心男子神色慌张 穿越巷弄 因为就在几秒前 他到一楼店想抢金士 却没得逞 迅速展开逃逸 一路钻小巷还变装 警方货报立刻到场 案发现场只留下 父子党待在远地 头部留下鲜血 身体多数擦伤 原来两人跟墙肺发生 激烈搏斗 就坐在这里啊 说要买项链啊 拿着就跑了 他跟他抢的时候 他拿手机给他打 披肉伤啊 回响自发经过 老板两人心有语气 曾料到看似斯文男 竟然市民强废 看起来都很正常啊 我问斯文 他当然是吓一跳啊 二十二晚间七点多 在台北也是燕集街 上一间营楼 嫌犯洋装成客人 选购金士 结果是店家不注意 一手抓起四五条金项链 转身就往外跑 然后把两个儿子 立刻追了上去 双方在扭打过程中 遭对方持手机 与手枪的枪托 敲击头部 虽然最后金项链 全夺了回来 却也受了伤 遣犯挣脱后仰船而去 弹侠与七发子弹 掉落现场 警方部下警网 在三小时内 火速带到人 店主及店主的儿子 发生扭打 逃逸过程中 遗落弹夹及子弹 离析墙被移送客 用双手遮裂 过去就有多项前科 还在外欠下 两百多万的赌债 这回铤而走线 抢一楼 工程室临时起义 究竟抢从而而来 警方还要厘清 接着夜伟 李洋忠胜 多一圈台北报道